今天既然是農曆七月十四 當然是講一些很棒的案件 讓你們拋頭好嗎 你們如果在現場見不少 不過不在現場的人 就不太知道我說什麼 不要緊 我現在分享給你們聽好嗎 我不是出了一個帖子嗎 有一個人 她是很短的 一個女生來的 她那天已經馬上傳評論上來 她說她前世那件事也很神奇 因為完全對應她今世 完全性格、想法一樣 我都不記得怎樣 我每天見太多人 做太多人 我看到你的面後 我會知道我見過你 但你問我 妮皇她上次幫我確註 我會說 我完全很精力 我會馬上叫我旁邊 我會叫樓同學或王同學 先教你 因為我沒有記憶 發生什麼事 我現在聰明了,我懂得解釋給大家聽 聰明了,吸收了教訓 就是我在連結你的高額幫你檢查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都說了,因為我打算幫同事簡化他們的工作程序 解釋多一點給他們聽 就是如果我幫你們檢查的時候 其實你們坐在我對面 你有兩個選擇的 第一,你可以說我想看你怎麼檢查 by all means,你睜大眼睛看,我沒所謂的 我沒什麼隱瞞的 我都說零擺,任何人都買到 那些表也都買到 只不過是你得不得到這個結果出來 你有沒有那個,我們叫accuracy 那個accuracy是來自於跟高額的連結 那我講來講去,講了三腹屁,講了幾年 不斷講默倫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如果你連結到你的高額 是必須要透過你的默倫溝通 其實不同的宗教都有說這件事 就是我們人死的時候,靈色就會離開身體 那佛教這件事說得很清楚 就是它在哪裏出呢 就影響你下一世投胎在什麼位置 那其實你有沒有留意過 那所謂的六道就是沿著我們的脊椎 其實是我們的默倫來的 為什麼有些人死了成為守財露 大家聽過守財露吧 以前經常罵別人,說別人沽汗 一無不拔那些 就是守財露 守財露本身真的是一個 come from 守財鬼的概念 守財鬼就是死了都要守在自己的家財附近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靈色在底輪出 就是在下面出 明白嗎? 而如果你的靈色在頂輪 就是我們叫做百會月出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到天道 或者可以去到佛菩薩 去到淨土 這個佛教坑是這樣的 如果你在微心輪出的話 就是修羅道 明白嗎? 所以麥倫不只是影響你身體功能那麼簡單 這個當然是 而大部份很物質層面 認為自己很實際的香港人 當然是你這部份 為什麼胃膠也不好啊 為什麼 你明白嗎? Hello Jessica 然後譬如說 為什麼那個生殖倫 就是子宮那裡 或者卵巢 有些樓 割也都還有 這樣 他們會比較關心這個層面 但其實麥倫呢 是複雜到 牽涉到 那個層面 廣到你不會相信的 它是廣到 如我剛才所說 你死後去哪裡 OK 對了 這個關係 一個空間 一個地域 都是有麥倫的 而地球上面 一直 過去 我忘記了幾千年 頂輪就是在西藏 OK 現在就轉向南美洲 所以你會看到 有一個 comeback 例如薩滿 Sharmanism Plant spirits 即是植物精靈 植物守護神 怎樣這些會 comeback 這些就是南美的東西 明白嗎? 南美一直都是被求上、被遺忘的一群 没有太多人理会他的地方 而你一向觉得 spiritual center 真是西藏 但现在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的屋子 我昨天有一个客人,很熟悉的 他看他的屋子,很熟悉的客人 他说我想看看我的屋子 我问他,我想如何看 那我就推荐给他看 我现在也是那句 我告诉你们是帮助我的同事 可以简化他的工作 让更多人明白 就是你的屋子的频率在哪里 如果你跟屋子的频率在 desire 即是1、2、5的话 里面的人会有很多欲望 但很多欲望有什么问题 就是得不到 你明白吗? 即是我很想吃东西,因为我不饱 你明白吗? 我很想买那个袋 即是因为我没有那个袋 你明白我会说什么 即是如果你已经得到了满足 你已经得到那个东西 你并不会一直都在那个状态里面 所以 desire 这个频率 如果你的屋子是那个频率 那个consciousness level 那里面的人会不断地想想想想 即是欲求不得 但如果我的频率是 anger Anger 即是愤怒的频率 那里面的人都会吻僵 即是你本身没搬进去之前 大家的脾气都很好 但搬进去之后 大家都会吻 你明白吗? 那当然你想他的频率是 courage 以上 courage willingness neutrality courage 即是有勇气的人 那你的勇气 不要想着一定是一些 好不好的事情 即是面对人生 需要不需要勇气? 上班对着你老闆 需要勇气? 你要移民 需要不需要勇气? 什么都要的 跟着willingness 即是愿意 愿意学习 愿意接受人生的种种挑战 neutrality 是一个很好的评论 其实大部分 如果neutrality 我没有记错310 好像 350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我的资料在电话里面 ok 就是neutrality 即是你没有强烈的爱恨 ok 你是能够保持中立 Hello 亲 Hello 我很兴奋见到你 我继续 即是你在那个相对平和的状态 而那个相对平和的状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是你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并不是你觉得那些事情不重要 但是呢 你不会被他牵动得这么紧要 你明白吗? 就是你会知道 哦 ok 这些是不公意 那些是错 我是心王 大家都知道 而我的心王 因为我的频率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当然有提升自己的频率 我的频率现在是五百五百四十左右 那 Love and Joy 你问我 我真是九成半的时间 我都是很开心的 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还有呢 我是love 那我对了那些猫 当然很有爱 我对动物很有爱 我对人类 老实说是一样的 因为人类就是作恶得太过分 就是对地球 对动物 对各方面 但无论 说回频率的事情 就是 当我去看现在所经历的事情 现在香港人所经历的事情 现在指鹿为马的事情 我是不是觉得很过分 我当时觉得很过分 我有没有生气的感觉 我有 但它会不会影响到我 令我睡不到 睡不到 吃不到 然后我会很压抑 我有些客人是因为这样的事 有很大的创伤 我有些前线的手足有很大的创伤 其实 是个频率 还在相对低的频率 比如在anger 在grief 憤怒和悲伤 提升不到上去 Tony 如果你正在听 你帮我分享这段影片的生同感受 大家不知道我开始了 我分享不到 但当你的频率提升了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什么是acceptance 有一个频率叫acceptance 就是 能够体会 以及接纳 surrender 神福 我们说的神福 不是逆来信守 不是政治冷感 不是我什么都不care 我什么都不理 你有你知我 我有我做facial 不是这样 而是 我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我明白 我明白 这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震痛的过程 我明白 大时代的变迁 OK 地球板块的移动 必定 会有连锁反应 我明白 我看到 OK 而我明白 我看到 很多年轻人 受伤 失去性命 失去自由 整个香港很难过 但是我不绝望 因为我知道 黎明 终会到来 明白吗 OK 而我知道年轻人 很可怜 很惨 很多人失去自由 甚至失去性命 OK 我看见的是他们的付出 在家庭排列的角度 我们很强调说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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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的祖先 的创伤 会在我们身上 再重复 案件重演 一直在走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沒有人看見他們的付出 沒有人看見他們的痛苦 你發覺尤其亞洲人是這樣 凱寧格生前說 哭得最慘的就是中國女人 初時他自己也說 他覺得是演戲、是假的 是扮演的 但後來他發覺不是 每次幫中國人或中國人後代 做的時候都發覺 那些女性哭得很慘 為什麼? 你想想 以前一夫多妻 不同的房間之間要爭寵 要爭生兒子 然後讓你生奶又如何 你老公照樣可以再立新房的太太 妾氏 你明白嗎? 然後古代社會 重男輕女 即是女性所受到的壓迫 那個創傷 我們稱為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即是集體意識 那這種collective trauma collective wound 在亞洲女性 中國女性 尤其 尤其厲害 那你說如果你的祖先經歷過 譬如 文化大革命 鬥地主 你的財產被充公 你要扔下 你舊有所有的財產 你的辛勤努力 全部要扔下 下來香港 你看看我們這一代 是不是再重複 我們不是要扔下 我們香港 辛苦經營的一切 移民 拿BNO的 去英國 或者移民其他國家 因為我們有這個 trauma 明白嗎? 這是家庭排列的角度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呢? 第一 當然你可以問你自己的父母 爺爺媽媽媽 公公婆婆 但是 亞洲人最嚴重的地方 在於什麼呢? 是他們不願意說 不願意說 就是把事情藏起來 我藏起來在地毯底 我塞它進衣櫃裡 我不想看 不想面對 我媽媽也很喜歡說 過了去的事情提離了什麼? 提離了什麼? 如果是這樣 你二戰 你為什麼 德軍要出來道歉? 是不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對納稅人道歉? 對不對? 如果八九年 這個 我們叫做春夏之交 那一天發生的那件事 如果當年已經有某個政權出來承認責任的話 往後心裡三十年都會有燭光晚會 就是因為沒有人看見 沒有人承認 沒有人去擔當 他為這件事負責 去承認責任 所以才不斷地案件重演 其實宇宙就是這樣的 他就是 你不知道 你爺爺麻麻公婆婆婆太爺太馬公婆婆婆 你有經歷過這些事情嗎? 行 又要重複給 Todos 一路那麼總感問 如果我不對勁的時候,你就去找出為什麼 我做free flow的時候,我的願望有沒有跟我說 我祖先遺留什麼給我有 就是感情問題 我爸爸不止一防太太的 我就有這個問題 我第二次free flow的時候 我朋友幫我抄 第一,一開就說直接去夫妻工作 我好想不是同事在旁邊,整件事都很尷尬 很老鑑 好想是我的朋友 你明白嗎? 你的高我,記住是千億百萬年之後的你 他真的是你 所以你騙到其他人,你騙不到他 他會知道 而我現在的做法很簡單 我只是說,來到你想查什麼,問什麼 你不要告訴我 你自己寫在章子上,你摺著他 我不看 OK 直接由你的高我講 那你要給什麼給我呢? 你只是告訴我你想聽多少東西就行了 你想知道多少東西 讓你的高我講 橫跨四個層面 可以物理層面 物理就是會說什麼 你哪一節的脊椎歪了 哪一組肌肉、印帶 那些有問題 有一個個案,不知道有沒有告訴你們 就是一個地中海貧血的女孩 她來的時候 一出醫療程序 然後她就說 這是我想問的事情 她說 醫生想我換血 即他們俗稱入友 她好像換很多個小時 六至八個小時 一晚 她說她自己就不想 她就想吃排鐵丸就算了 她沒有說出來 但是我直接回答她 就說 醫療程序 你必須要醫療程序 那就是不吃藥 沒有得吃藥 OK 那 我上一集有說過 那個獸醫診所那個女孩 放假 不回去沒事 真的 回去就發了 那 裡面跟什麼有關呢? 原來就是跟這個疫苗 和貓狗心思蟲的用藥有關 好了 第二次再回來問的時候 接著 出了Cats and Dogs 和Radiation 然後我就看著我同事 留同學 我說什麼了? 她說不知道 之後 我問回當事人 她說 你那裡有幫人照照的嗎? 她說是呀 她說難怪的 因為有些新醫生 沒有跟照的照片 就變了她去跟 我說 你那裡有 你的膏 我說 這是問題 而 今天有個例子 也挺有趣 今天有個男士的客人 我不會開名的 OK 我有問的 因為當時面前有兩個客人 我說 你們有沒有宗教信仰 因為女生的客人 我知道她是佛教的 男士的客人 你知道我們也很小心 如果她是基督教 天主教 我們要避忌一點說話 她就說沒有的 然後 到free flow 一些東西出來了 的時候 我解釋給她聽 有一欄 這一欄 就呼應回我的post 那個女生 OK 有東西叫做psychic viruses OK 那就是靈界的寄生蟲 OK 靈界的病毒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知道她是parasite 我解釋給她聽的時候 我有一點點不知道怎麼說的 但我就說 我可以引用一些例子給你聽 就是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也出過類似的答案 就是因為她參加過靈性聚會 那一次 因為她是沒有限過數量 有個高我喜歡說幾多就說幾多 那就可以仔細一點 你明白嗎 但如果你說你限過數量 我只想聽十樣東西 就好像你打開一本書 看到一個目錄 那樣 而我講回那個女生的例子 就是 講得很specific 很specific 就是那個高我說 你有psychic parasites 靈界的寄生蟲 在她sacral的位置 即是生殖倫 即是子宮的位置 而她說是一個collective 即是她說是一起做的 不是一對一 是一個儀式來的 我告訴她的時候 她的臉都青了 她就說 她今年4月的時候 去參加過一個殺滿儀式 就是真的幾個人而已 而那位的殺滿老師 在香港的那個殺滿工作坊 那個地方 在香港 就說會將一個守護靈 放進她的子宮那裡 幫她排行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我說 她說的東西 並不是真的 是一個好東西 因為如果她是好的 怎麼會 你的高我走出來 告訴你 她是psychic parasite 靈界寄生蟲 今天那個男士 出來就是psychic virus OK 這個時候 我就說 可能你是做一些 可能你去一些 做扶基 我不知道她是什麼 背景 我說 你看人扶基 看人進行這些 通靈活動的時候 而不小心沾染了 然後她就說 其實我是六任的 她說 不過我沒有說 我不知道你們 知道是什麼 我就說 我主要六任神功 這個時候 我就跟她說 不如這樣 你下次 我知道他們六任的術語 我們下次請神的時候 你問一下你祖師 怎樣清 對 那些psychic virus OK 你問我 這位客人 他都不知道我的背景 我的背景 因為我有煞滿的訓練 如果我沒有煞滿的訓練 我遇到這些 那我怎樣做 沒有的 你去找醫生 醫生都做不到什麼 因為這些不是物理層面的 而在薩滿 我當初跟Kevin Turner學的 布丁也是這樣學的 另外有一個聽眾變了 我跟他見了面 叫 不要開人家的名字 他本身是報刊記者 他現在都跟著Kevin Turner學 薩滿有一樣 叫做 就是抽取法 就是抽這些 抽一些靈界的寄生蟲 那他寄生在身體上做些什麼 在佛經裡面有的 淡精血鬼王 淡胎血鬼王 是吸食人類的 簡稱精氣神 今天是農曆7月14日 我就說這些 我平常都看見 我沒有怎樣說這些 今天當然應景要說這些 他就是吸食你的精氣神 那為什麼女性的子宮 在一個這麼好的位置 因為每個月都是驚奇的 一定有血的 還有還有 那是一個Porto 它是一個 Porto 中文叫什麼 Porto 叫做 一個 你代表一個窗口 是靈性進入肉體的窗口 一個媒介 所以 那裡當然最好住 中心 裡面中胸 又有血 還有 你想想 寶寶那裡 是一個很好的寄居的地方 其實 然後 當然 我出過結果的時候 在那一次那個客人 她沒有說是今年4月 但她都呆了 因為那個女生 她沒有想到這麼小的儀式 我忘了她說是哪裏 荔枝果還是觀塘 總之 某一個香港的薩滿療癒中心 叫做 做了一個這麼小的儀式 她就 exactly 跟她說 就是把那個 她有個名字 是那些 南美洲的語言 那些 的一個 神 她們叫做 擺到她的子宮 去幫她排行 但她的膏 我說 是靈界寄生蟲 Psychic Parasites 今天那位是Psychic Viruses 你問我 為什麼會癒到 其實我聽說 大部分人都癒不到 真的 這些Psychic Viruses Psychic Parasites 就是靈界的病毒 或者靈界寄生蟲 你們一般人是不會癒到 但這兩位客人 這麼巧遇到 第一個那個女生 就是她高我指名 在生殖論位置 那個女生因為她參加了這個薩滿儀式 她自己也想回頭 她都記得是4月的事 她都說很恐怖 為什麼有這麼少人的儀式 你都說得出 不是我厲害 是你的功我講的 而今天那位先生 因為六任神功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是上身的 是你借出你的驅殼 給那個靈體 through你的身體去講話 through你的身體 所謂的請神上身 你不明白 所以 好了 不同的靈體 進入你的身體 你借一個殼出來給她用 她留下什麼 如果妳清得很乾淨的 就沒有了 但如果她真的留下了東西 你不知道的 那些就是psychic viruses 所以她今天出了這個 我當時很客氣 我就說 你下次請神上身的時候 你清吧 這樣 OK 你問問祖師爺怎樣清 但是我當然 我當然 我都會幫她清 OK 所以這不是物理層面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要做到 橫跨四大層面 就是因為你的哥哥我 我是四個層面中說 Hello 你好 好 我不是很記得你的個案 如果不然我都可以拿我來講 但是我不會說你的名字出來 OK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而我說我要分擔我的同事的工作量 就是 這些可以上來 OK 我解釋 Hello Sally 對了 你今天是不是上過來 我好像錯過了你 我好像見到你 在攝影機上看到你 簡單來說 令到你要理解的就是 你不要想著有人看到前世 你又想看前世 OK 不要這樣想 因為如果你現在所經歷的事情 你所suffer 令到你受苦的事情 並不是跟你某一個前世有關 你的哥哥就不會說那個前世 你不要說 人家有前世聽 我又要聽 這樣 不是 還有 譬如我舉例 我今世我1980年出生的 他講的前世 就不會是1979年那個我 你明白嗎 他會是說跟你現在這一世有關聯的 那往往 他講的有關聯那個 你一定會對應到發生什麼事的 因為 那一世的你 沒有畢業 臨班 你這一世才要重新經歷過那些事情 所以你會覺得 我頂了 就是似曾相識 不只 還要是 一個或是空的我 就是 為什麼現在的我 和那一世有這麼大的相同之處 原因就是因為 你沒有畢業 所以倒班 你明白嗎 我現在說的就是 不相信的人 不要相信 你明白嗎 不要相信 沒有阻礙的 剛才錄音那位男士 他經常說 他沒有告訴我 因為我跟他講得明白 我任何人都會說 我說你不用告訴我 我什麼都不用知道 你寫下了張子 你摺起來 我不要看到 之後你看看你的高案 有沒有回答你 有回答他 對 說了 耳朵 hearing system 他說 我今天來就是想問耳明 然後 有說錢 OK 然後 他打開張子給我 你看看 生意賺錢 他很厲害 他說 你拿著靈板 即動 他說 我們錄音都要 劃符 請神 都要時間 為什麼你會立即動 我不知怎麼回答他 每個人做的事不同 OK 但我現在就是想說 就是讓你們多點參考 以及讓你們知道 即是不要說 你的朋友上來 說他某一個前世 然後清理了之後 就立即順利了 你又想去清理你的前世 你記住每個人不同 有些人純說物理層面 有一個英國回來的女生 他兩個女生一起來的 OK 接著 有一個女生 做連結高我去問問問問問問候時 58個項目 全部物理層面 一個 講 什麼情緒 思想 靈性能量 都沒有 全部物理 全部講脊椎 OK C幾 T幾 L幾 Coccyx Cacrum 不斷地說這些 那些不同的折數 你明白嗎 即是C3、T1、L2 不斷說這些 然後再說肌肉、神經系統、器官 然後有58個項目 然後我看著他,我就說 你年輕人,為什麼要弄成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脊椎彎的 哦,OK,我明白了 而他旁邊的朋友,也是英國回來的 就說其他東西了 好像那天他是沒有辦法直接 然後他就說他某一個前世 我印象中我自己是這樣 都是那句 你來到跟我說 女王,你上次說過什麼? 我完全不會記得的 我每天,每天見這麼多 和你們想像中有點差異 你以為我要很集中精神 反過來,我是要放空的 我不能夠有我的想法在這裡 即是覺得你這個人這麼壞 你一定是很刻薄的 我拿著那個靈板,我是完全放空 不想事情 所以我剛才就說 講過一刻,我自己繞到其他地方 就是說,你看著我做 我不介意你睜大眼看 可以 因為我很想知道你怎樣查出來的 我聽我的朋友說,很神奇 很對應,我想知道你怎樣查出來 所以,你明明看 靈板是誰都買到的 我那個是西班牙訂過來的 是稻金的 我的錶也是 我現在會自己做一些錶 但錶其實是誰都買到的 自己做也可以的 所以不是這件事 真是所謂 有沒有結果,準不準確呢 是跟高我的連結有關 而高我的連結就是跟你的麥倫乾不乾淨 你的頻率高不高有關 如果我經常跟客人說 如果你的麥倫很乾淨的 你的頻率很高的 你在旁邊開頂我 你明白嗎? 我彈客給你 我不用做得那麼辛苦 我每天清三間半夜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要凌晨才睡呢? 我不是說凌晨1、2點 是5、6點才睡 為什麼? 就是因為很多人要清 是啊 每個人來一次之後 嘩 我想看第二次 我想看第三次 OK 好了 那我想說什麼 如果你想看著我做 你閉大眼看著我做 Fine, no problem I have nothing to hide 我光明磊落的 我的人 我沒有東西 hide 但如果你說 我不看著你做都可以的 我都不是第一次 或者是我沒事 你可以選擇另一個option 就是你閉眼 我會給你兩顆孔雀石 給你拿著 孔雀石是刺針水晶 它有很強的penetration 你拿著放在大腿裡 深呼吸 好像打坐一樣 因為如果你放空打坐 正坐 放空到的話 你可以建立你和高我的連結 以及你的高我可以幫你做治療 OK 這件事 另一個系統很出名 叫做 Theta Healing 這本書也有在 讓我夾一下 OK 看到嗎 Theta Healing 這本書 其實它在說 就是 那個practitioner 本人 和那個案主 就是那個客人 兩個一起 腦電波 降下去 Theta 其實我正在做 類似的事情 但不完全是 這個系統 OK 就是為什麼我叫你 拿著兩個孔雀石 深呼吸 就是這樣 是幫助你 將腦電波 降到Theta 你Theta不到Alpha 也好 說真的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 Healing 去發生 OK 但是有些人說 不行啊 我在陌生地方 旁邊有人走來走去 我媽媽 我覺得很不安 我不舒服 我不喜歡 我想張開眼睛看著你做 那你就張開眼睛看著我做 大家成年人有選擇的 你明白嗎 沒有所謂的 而第二件事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想聽多少東西 OK 那譬如你說 我想聽我的高我 我 說每一個範疇 我當是四個層面 如果他每一個 說十樣東西給我聽 那我當是四十樣 你也可以說 我想聽三十樣 聽二十樣 你自己選擇的 你明白嗎 你自己選擇 你想聽多少東西 但是當然你越少 你的高我 就沒有辦法 很specific 就好像一本書 你看不到內容裡面 你只能夠去到 就是那個index 你明白嗎 這本書你問 都很v混混的 對呀 跟你說 沖上九宵魂外 跟著連結創世主 跟著去做個療癒 是很神化的 但你不要理 這個modality 現在是很厲害的 在外國 你去做他的training training 他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模組 隨便一個都說 在買一萬多二萬美金 很誇張 是不是有一種叫直孔雀石 是 沒錯 他其實有三種 孔雀石有三種不同的形態 我們叫寶石櫃 寶石櫃 然後有孔雀石 還有還有一個 我先拆我的名字 我有在這裡 你看我的東西 都放在床頭 很棒 等等 我找到了 我現在就要找中文 Gem Silica 就是寶石櫃 孔雀石櫃 這些就是刺針類的 刺針類水晶 裡面就是有銅的 有銅的 有銅的 所以它的濃度很強 OK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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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三種形態 我寫在哪裡 我寫在哪裡 等一下 在找一下 寫著一下 不知道在哪裡 南童礦 不是 六鏈 不是 Anyway 我要找 哈哈 Sorry OK 不知道寫在哪裡 給我 但是 孔雀石 它有不同的圖案 我喜歡的 有很多圓形 那些 它一路 轉下去 OK 我的 很多 notes OK 水晶排列 這些是英文的notes OK 好了 這樣就 你們自己想想想 你們想聽你的高莫 說幾多東西給你聽 那 剛才所說 你不要告訴我 你是想解決什麼 因為 我知道大部分香港人都多疑 所以 你不說 你看到時候你的高莫 會不會說 剛才我所說的 那位 陸淫神宮那位男客人 他其實 他剛才的 Item不是特別多 所以 他的高莫 只是回答了 他有兩個位置 身體層面 說他的肩膀 他是叫做 什麼 Scapula 我忘了 Anyway 肩膀在一個位置 說 然後 客人就說 我那裡有事 然後 他的腳也是 他也知道 但他以為好起來 其實還沒有 然後 另外就是 耳朵的問題 然後 他只是說 Ear Hearing System 他沒有說是耳鳴 但客人就說 這就是我今天來的原因 因為我有耳鳴 我告訴你 我說 其實 你要再追問 你要再追問 你的高莫 問他為什麼會這樣 還有 有什麼方法解決 OK 因為 你十個Item 其實你只是打開了 OK 打開了那個 目錄 你還沒看到 裡面有多少個 對 裡面實際的Item OK 譬如 他說你有祖先的創傷 是哪一種創傷 其實這些都是要追問的 但你一次問不完 不要緊 你下次再問 但你自己記住 而且我們其實會引回一張紙給你的 那你就拿著一張紙 你下次就是 Ping Point 而你要留意 其實你的高莫 是有 他會有先後次序的 輕重換急 急的 他會先說 沒有那麼急的 他會放在後面 OK 這樣就 清理 然後 清理 我之前也有說過 物理層面 OK 物理層面的清理 就是我們包了 不會再有費用 就是你拿鼠尾草 陰叉 那一套東西上來 你天天上來都可以 我一定不會嫌你煩 一定不會覺得你很討厭 為什麼你又上來 我們很希望你天天上來 除了星期一 我們放假 上來不斷地幫你清 OK 物理層面的清 包了 不會有費用 一直上來 好嗎 然後 情緒體 包括你怎麼想的 我們叫做 emotional body 還有 mental body 即是想事 Energetic body 能量系統 即是你的默倫 經絡 Hello Allen 還有你的 spiritual body 這些就是我清 我清就是 當然是連結你的高我清 不是我自己本人去清 那你記住 千萬不要想著說 我自己清清楚 我覺得很好 我幫我老公清 幫我女兒清 記住 必須要當事人 口頭同意 我要問他 但我 怎麼說呢 如果你本身已經找過我 見過我做 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相信我 你無需要親身過來 OK 我拍一條片給你又行 或者你說片都不用了 我直接 OK 查出來的答案 之後給你 都可以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 你當然是來到現場最好 你在現場看 你有更大的信心 你更會 覺得整件事很 很興趣 OK So to speak 但如果你在海外 沒辦法 海外就是我們幫不到你做 做物理清的部分 你明白嗎 所以我那兩個客人 他們本身在英國 他們都是故意回來的 而幫他們做 我們現在就回到英國了 如果你們聽到的話 就留給我們 更好 更好 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還有什麼要說 如果你是清過 你想再查 或者再問 你不需要過來 我們現在的客人很聰明 有什麼要問 要說 直接 Whatsapp 過來方便 你就過來 因為我們幫你 物理清的時候 你過來也是好的 OK 那就提提 說一下別的東西 就是 我們今年有月餅 我今年很忙 所以我還沒做 但是我今年也是因為很忙 所以我只會做兩個版本 不像去年那樣 我會有 新童的奶黃月 裡面會有鹹蛋黃 另外一個就是 黑芝麻鹹蛋黃 我們會做沒有鹹蛋黃的版本 所以你們基本上有四個選擇 鹹蛋奶黃 鹹蛋黃 黑芝麻 唇奶黃 唇黑芝麻 可以嗎 OK 我們會做些試食在店裡 給大家上來試 你試了喜歡覺得好吃才買 另外 如果很久沒有上來的人 就不知道 有上來的人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有貓貓狗狗的東西 我們 什麼東西 每樣三下位 不會濟的 我們這裡很佛系 我很佛系 即是 Eric 訂了東西吃 我就說 不要吃那麼多 會兒子 睡完一次 水晶床之後 開始瘦了 想預約下一次 我說你得閒錢 然後他真的愛了 他說 我現在不是說要預約嗎 你不是說你得閒錢 我們這些客人和我們全部變成朋友 接下來我又搬家 我House warming 是想請我的很熟的客人 現在幫我們 我剛才說了一些 我現在再說 你知道我的記憶 真的很金魚 就是 你們第一次做 free flow 連結高我去問問題的時候 如果他告訴你 脊椎哪一節 肌肉 筋膜 筋腱 筋腱 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OssioPath哥哥 Ada-san 是會幫你做的 不會有費用的 之後 你再需要找他 你才會付費用 第一次是沒有費用的 而有時候 因為我會說神經系統的問題 即 神經系統 不知道在哪裡 有什麼問題 我們有一部 Bio Frequency的機器 幫大家去調整這個神經系統 還有睡水晶床 有很多項目 很精彩 你們上來 可以跟其他人交流 其他大部份人都做過 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再說一次 你去找我 連結你的高我 問問題 記住 你將你想解決的事情 你關心糾結的事情 寫下 摺 我不要看 我同事都不要看 然後 我們就連結你的高我 我要問你本人同意 問我們的高我同不同意 他OK 同意 我們才去檢查 事先你告訴我 你要做多少個項目 你想聽多少個 OK 四個層面 如果你每個層面 聽十個 那就是四十個項目 但如果你總共四十個 那你就像目錄一樣 你未必能得到 裡面仔細的答案 OK 好了 所有事情 檢查的過程中 你喜歡睜大眼就睜大眼 喜歡睜大眼就睜大眼 沒有所謂 OK 閜大眼 拿著孔雀石 深呼吸 連結你的高我 它可以幫你做一個治療 OK 接著 我檢查好了 我同事都檢查好了 叫你睜大眼 我們轉個電腦過來 給你看 檢查了什麼 我逐個逐個 講給你聽 解釋給你聽 OK 放心 不會無靈兩可 不會不對應 OK 如果你想睜大眼 看著我 檢查的 我也沒有問題 但不過在過程中 拜託不要問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放空 如果我要回答你的問題 我放空不到 出來的東西 是會不對應的 因為我會斷線的 OK 所以我是要很放空的情況之下 才會得到最準確的答案 OK 我檢查好了之後 我就會解釋給你聽 OK 解釋過程裡面 無任歡迎 儘管發問 問到你滿意為止 OK 接著立刻 現場會幫你清一次 接著我們會問你的高我 要清多少日 還有需要做些什麼 你回家有些少許保持 要幫我做的 我會需要你回去看蠟燭 記得回去看蠟燭 做清理 要放空 不是去拉筋 OK 接著呢 幫自己 又一路可能 做著面膜 做著按摩去看蠟燭 看蠟燭 是一個很神聖的 一個意識 來的 我是需要你做完所有的東西 擦完牙 洗完臉 洗完澡 洗完頭 吹乾 塗完所有奶油 OK 可以嗎 接著呢 大地輪的油 滾腳底 踩石 就是你湧泉穴的位置 踩著 整個房間關掉所有燈 沒有所有聲音 看著那一點的燭光 大蠟燭是三點火 中蠟燭兩點火 小蠟燭一點火 下面會寫著一張紙 我們會教你寫什麼 你release什麼 看著那些 托著頭看 沒所謂 但是你不要去拉筋 做其他事情 記住你的腦 不應該要他做其他事情 他要放空 行不行 你不可以 有音樂聲 有新聞聲 check著Facebook 什麼都不行 OK 你要在那段時間放空 才可以做到清理 你可能腦裡會出現一些 很久沒出現過 你甚至遺忘了的畫面 甚至不是你本人經歷的畫面 是早先的 都不出奇 你要清空 行不行 那些人爆哭 你讓他哭 OK 哭到鼻子鼻子 口水鼻涕一起流 讓他 不要抹 為什麼 因為他在裡面發出來 你一按 他就進去 OK 我們要讓他宣洩 要讓他出來 為什麼大家的脈輪 會弄到這麼低分 這麼塞 就因為你們沒有清理過 而一直以來都很壓抑 全部都進去 吃到很深 明白嗎 所以看蠟燭 記住 甚至是花精 滴了花精 因為這是一部分 你們都知道 做過的人 滴了花精 在舌頭上 舌頭 舌頭怎麼頂 記得吧 連結任督耳脈 我們會教你的 現場 糟了 然後 先去看蠟燭 看完蠟燭之後 在這裡 什麼都不可以做 直接整熄蠟燭 放一隻碟在上面 OK 不要出去 焗熄蠟燭 直接上床睡 OK 鬧鐘 你都要教定 先去看蠟燭 是啊 你不要看完蠟燭 再去玩電話 教鬧鐘 然後看看 有什麼WhatsApp 有什麼Facebook找你 沒有的 OK 直接衝上床睡 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是認真的 你不要前功盡廢 你不要不清 你清得 就麻煩你跟回 這些protocol 正經的 全部事情有原因 OK 我不是說 我們的劉同學 很認真 Hello 我們的劉淡 吳小姐你好 我們的劉同學 就是 臨睡網蠟燭 跳上床 跟著 睡著睡著 覺得胃很滾 衝起來 吐 為什麼 太陽輪很多阻塞 所以 太陽輪很大反應 會吐 不停 這段時間 然後你們會覺得 怎麼這麼噁心 我叫她 不用遮掩 我叫她盡程 不停 不要按住 因為她在排出來 所以會有 physical 反應 有些人清生直輪 不要介意 男生聽著的 會排啡 即是有些啡色的分泌出來 有一個女生來了兩個星期 黑色的耳巴 很深色的說是黑色的 離足兩個星期 清生直輪 因為生直輪是黑暗面 清底輪會怎樣 被人打了一身 全身痛 痛到在床上起不到身 我們有一個客人 是全港的泰拳女拳王 清底輪 全身累到痛到 她說我沒有打 我沒有教 因為現在所有健身都停了 她說我是痛到起不到身 然後她的另一半 感覺到那些累的熱 好像在散出來 OK 清太陽輪是吐 清深輪是爆哭 真的 很多悲傷 還有可能會爆濕疹 因為深輪和濕疹有關 如果清後輪會怎樣 很想唱歌 有一個客人 我忘記是誰 是一個女生 我記得她的樣子 但我說不到她的名字 不斷說 不斷想唱歌 很開心 不斷想唱歌 不斷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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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反應 例如咳嗲 多痰 鼻涕 鼻涕 耳鼻喉的清理 OK 清眉心輪 你問我是最恐怖的 因為眉心輪是我們最黑暗的一面 如果你看過《黑天鵝》的電影 《黑天鵝》 就是那些 最陰沉最陰暗的一面 清眉心輪那一陣子 可能會發很多噩夢 還有 那些東西全部變得很灰暗 很恐怖的感覺 日頭日白都在發噩夢的感覺 清頂輪 但我真的想不到你是怎樣 因為我沒有這個經驗 近來沒有人走過來跟我說 我要清頂輪 我近來沒試過 總之你已經有物理層面的反應 我都說 近來三個人生蛇 無限爆濕疹 有一個男生客人看著蠟燭 他是星期三過來的 清完星期四的皮膚馬上好很多 星期五再過來 之後那一晚看蠟燭 是一路看一路滲水的全身 是濕疹滲水 發得很厲害 然後他就說 他在街上也想哭 因為很多grief 在釋放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又要生孩子 又不要陣痛那些 你真的不要過來找我 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不能生孩子 你肯定不用拖四十週 不用腎痛 你說C-section生孩子 你也有疼症 你完全要Rosy picture 如果完全沒有任何痛苦過程 真的幫不到 如果什麼都仍然覺得是別人的問題的人 不願意自己為自己的人生負責那些 我亦都是幫不了你 就是這樣 我還有什麼要說呢 我再說完最後一件事 大家不知道什麼是不同的麥倫主導 我想了一個比喻給大家聽 一個比較容易明白的 譬如七個麥倫主導的人 有什麼反應 對於買東西 就是底輪的人買的東西就是 實不實用 好不好用 有什麼用 怎樣可以幫到我 我買了它有什麼好處 OK 生殖輪的人買的東西 漂亮就買 他陽輪就是我 買的東西就是 它可以怎樣令到我更強 OK 譬如我讀的東西 會令到我認識更多東西 所以太陽輪的我 未必會是買衣服漂亮的 我不是買那些東西 是令到我更強 譬如碧西 又有新東西給大家看 OK 看不見到這條 螢幕倒在哪裡 這條不是石榴石 是紅碧西 OK 以前清朝 Hello Hi 以前清朝的一品大圓 頭頂 那顆 是紅碧西 這條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條 七彩蝦條碧西 看不見到 不同顏色的碧西 對 OK 那碧西 我猜一下 Eric問我 是男還是女 我真的忘記了 我猜一下 是中性的 所以 我這麼喜歡它 因為它是 男的能力 女的能力 都能給你 譬如我太陽光 它就供給女性的能力給我 如果那個男生太柔弱 它就供給她 陽光的能力給她 是啊 所以 我還有一條 孔雀男的身道 那這一個 看不見到 這就是 藍色 Paraíba 色的碧西 我脫下來給你們看 不要摔摔 看不見到這隻色 這個就是 碧西之王 Paraíba 色 OK OK 即是 這樣會出風 對 簡單來說 電光藍色 唉 最近掉了不少 就是耳環 因為脫口罩 兜東西飛了出去 OK 繼續說 剛剛不是說 底輪買一樣東西 它就是 有什麼用 好不好用 有什麼效果 怎樣 可以減輕到它 而生殖輪就是 漂亮 漂亮就買 OK 太陽輪就是 可以令我變得更強更強 更強 對 就是 Value adding 簡單來說 心輪就是 喜歡就買 我的朋友心輪主導 喜歡就買 對 未必因為漂亮 因為喜歡 實不實用 怎樣幫到它 不在乎 心輪主導的人 漂亮就買 好了 喉輪主導的人 買了東西拿來做什麼 跟別人交流 就是選擇 有東西說 我買了東西回來 我可以曬名 我可以說 OK 那我就買 微心輪的人 是因為什麼 有意義 那個東西 背後的含意 背後的 story 對 那個東西 那個creation 是怎樣 你明白嗎 OK 他們會買這些東西 微心輪的人 很喜歡研究背後的哲學 背後的理念 背後的 story 所以我覺得微心輪的人 是獨自托的 還有做Marketing 很多都是微心輪 頂輪的就是 Feel 有Feel OK 而那個Feel 不是別人告訴他 是他自己拿著 那件事 覺得很有Feel 他未必會理會 現世有什麼意義 不理會 不會理會你實不實用 有Feel 我發覺 生殖輪的人 是很貪靈 非常貪靈 那我把真人例子說 那我認為是個朋友 一對相似 大家看到彩紅色嗎 彩紅色 那就是可以供應所有的默綿 抱歉 我又調轉了角度 黃色 太陽綿 綠色 心綿 藍綠色 藍色其實也有兩種 紫色 紫色也有兩粒 紅花 橙 看見嗎? 這些就是Supply 你七個默韻的 我有一對Couple的朋友 一男一女兩夫妻 男的是生殖倫 很貪美的 買衣服買衣服 買衣服買衣服 我每天都要開工 要穿白色衣服 我常常在校下村東裏做衣服還有積 她是完全受不了的 她的太太的衣服 就很崩潰 她是要扔的 貪美的 而她的太太是頂輪主導 真的買衣服是為了感覺 你以為這些是會亂買衣服? 不會 頂輪主導的人反而不是很多東西 可以令她有感覺 她打坐她很有感覺 頂輪主導的人 我告訴你是哪些 坐在那裡 打坐 然後有個頓悟 她就可以成為全世界的靈性導師 Sat Guru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Byron Katie就是這些 所以頂輪主導的人 是不需要 也不應該太辛苦 因為她是透過做Meditation 有覺悟 跟著她的覺悟和大家分享 你想想一下 寺廟裡面的高僧大德 她因為有證悟大家 就去供養她 OK 太陽輪主導的人 好像我想說兩個字 混蛋 做到隻狗 我有一位客人 L小姐 她之前太陽輪很弱 她說 你幫我清太陽輪 你幫我捉太陽輪 我問她的高我可以嗎? 可以 好 做吧 然後做到混蛋了 她說現在 不要介意 我用她的文字 我發出來 她會照樣說 我瘋了 我做什麼 然後我說 WELCOME TO THE CLUB OK SAWANIKA 就是 喂 是這樣的 太陽輪是這樣的 做到瘋的 跟著 太陽輪的老闆 你的staffs 會覺得你惡頂 Tony 你好 是啊 staffs會覺得你惡頂 為什麼? 因為狂扯 因為太陽輪的人 是扯自己 也是扯人的 沒有辦法 因為太陽是不斷地爆發的 OK 而且太陽輪永遠不會覺得自己錯 你聽說 Donald Trump會覺得自己做錯事 不會的 不斷地爆發的 太陽是 太陽系的中心 它當然不會有錯 全世界當然是圍著它轉 正常的 OK 但是 我再說一點點 不好意思 阻礙大家一點時間 但是 太陽輪的那種萌塞 因為它覺得自己正確 它看不到自己錯 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太陽輪 其實都很難相處 真心 我自己是太陽輪 我也這樣扯 OK 嘗 急 沒有耐性 還有秒爪 你說少少東西 它不適合 突然之間就來了 很快的反應 但都很快就沒事 反而可以生氣你很久的是什麼人 生殖輪和微心輪 OK 生殖輪 大家聽過公寒 說那些女生公寒 因為為什麼 水 是有三個形態 生殖輪結了冰的人 就是那些很萌塞的人 很難相處 OK 為什麼很難相處 它是結了冰一樣 你去說 很萌塞的 你不斷跟它說 不斷說 不斷說 它 它不是始終永遠一定不明白的 但是它會很慢 你要將冰山劈開 因為它生殖輪的水 已經結了冰 你要用很多的熱情 很多的心機 去溶掉它的冰 OK 而它的變化會很慢 因為冰的溶解 是需要很長時間 但是 都沒有什麼人的萌塞 底輪的人 我坦白說 我最怕做 就是底輪的客人 因為 是說 X 極 他都不明白的 底輪就是一塊石 地元素 一塊 一塊石 講極都不明白 是啊 現在這樣說 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 我們有一個廚師朋友 一個聽眾 他說 很不想聽我說麥倫 因為他聽不明白 底輪 你明白嗎 我沒有幫他檢查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 找回他的底輪 然後 他完全不明白 什麼叫清理 然後 我有兩個朋友 那對夫婦 生殖輪和頂輪 不斷地解釋給他聽 我又拿些例子 說給他聽 他也聽不明白 他理解不了 你明白嗎 他要一些很實際的 要記住 底輪的人是很實際的 底輪是很 落手落腳 做事的人 他見不到 他覺得不實際 他不明白 麥倫都看不到 是 那林巴都看不到 是 看不到 就是不實際 他覺得這些是不實際 不明白 所以 但是跟他說 清理完之後 差很遠 我有個客人 也是一個女子 太陽輪主導 她之前虧了十多萬 是 然後她的清理很嚴重 要清很久 那她就 不斷地分歧 清幾天 再回來再給 再清幾天 我從來不會吹的 我從來不會看見你 不會的,你慢慢吧 我一心想,你不要叫我做 我現在吊頸了這麼有空 我做到一隻 我累得又生病 但他之前虧了十幾萬 平手,有凸 這就是清理了之後的反應 清理了的人,每個人都是賺多了錢的 但難道我會跟你說 你快點清理吧,你不清理吧 你很難有錢的,你就不要清理吧 那條命是你的 我們經常私底下幾個熟的朋友都說 他未受救 他受救,他不就想改變 所以我不會覺得 你一定要清理 你一定要做什麼 說實話,我的預約都預約了幾個月 我今天而已 今天我的夥記,那兩位同學 不生性路,跟我偷了 旅行幾個 再加海外幾個 我便說,阿姐我做餅 我生病了,就來幫人清 我說,退吧 我以前一個星期會放假一天 因為我本身 所謂的放假都不是真的放假 我要做餅,焗,煮,煮, 我要回去收拾 所以我應該有一天真的放假 我連那天都走出來 因為如果不是預約,預約到夏年 年中的 所以你問我 不清,我無所謂的 條命你,我真是無所謂的 所以我很怕做底論的客人 因為你說的他都不明白 反而其他麥倫的人 很容易理解 而我那個盟失程度 一定最恐怖 是底論 他認定了那樣東西 譬如,他見不到他就不相信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令到他相信 是的 你就算撞了鬼 你跟他說,你在哪裡見到那隻鬼 他都會跟你說你幻覺 因為他是底論 他沒有見過就不是的了 你明白嗎? 那種固執比太陽倫更恐怖 太陽倫的固執是關於對錯那樣東西 而底論的固執是所有東西的 而生殖倫的固執是因為它是一塊冰 他進入了黑暗冰的狀態 如果溶解了 他也是可以很容易明白 和很順得人的 生殖倫的東西就是因為水是很多變的 所以生殖倫主導的人呢 脾氣都很大 即是他會 一時很nice很沒問題 但轉頭他會突然之間暴露 是的 不同的 即是他那種和太陽倫那種不同 他人倫不是大情緒起伏 他沒事沒事沒事 他要不就爆你 要不就沒事 但是生殖倫那種 他是會抑鬱 不開心 不出聲 你問他做什麼 他又不說 然後他會爆你 又說你不明白他 你明明是最煩的 還有 還有 就是如果你是老闆請人 生殖倫也很煩 生殖倫很有創意 但他創意得來 他當然可以完全不理你意見 而且他亦可以很軟皮射 即是你說他的時候 他就滑到別的地方 就像那些泥蚊一樣 你明白嗎 你講A也可以講Z 即是你那種火都離開 對於一個太陽倫的人 對於軟皮射 就是拿一把刀出來斬他 你明白嗎 我告訴你A 你不要跟我偷換概念 不要跟我講其他東西 做事就是做事 我們要對客人負責 我們要給他效果看得到 就是這麼簡單 總之每一個默倫 他都有他的特性 我講默倫主導的人 他都有他的特性 他有黑暗面和光明面 好像如果我太陽倫主導 我進入黑暗面 我就是弄拳 明白嗎 我就會把權力洗到最盡 然後我看你們在我的權力之下 Suffer 我有沒有強烈的愛恨 我有的 我有些客人 他很窮 例如他剛出來工作 22歲女 經歷過很大的創傷 但他給不到那個費用去清理 我私利下幫他清 我不收他錢 我跟他的高我講 他們同意 我就做了 我不用再告訴他 我什麼 但有些人很壞 那些 我照清 我照清 但我幫你清一次就算 我以後都不想再見到你 我也有愛恨 很分明 而太陽倫最討厭的是什麼 你佔我便宜 我不會佔你便宜 我給你便宜 我給你便宜 但麥倫煮到這東西 頭的胎才可以便宜 所以大家今世都要安於自己的現狀 拜拜